Hello大家好,我是莱森,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那前几期小伙伴在评论区问我如何把Notion和DeFi给连接起来 事实上呢,其实在官方就已经做过一个教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官网里直接搜索Notion 其实就有相关的教程了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看这个文档版的话 我也会做一个视频版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解一下这个问题 但如果单纯来讲解如何连接Notion和DeFi 似乎有一些枯燥,没有具体的案例 所以说今天呢,我就把ReadWise也搬了进来 它是一个阅读器 如果你没有用过它的话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ReadWise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ReadWise Reader 第二个部分是ReadWise ReadWise其实就是一个阅读器 简单来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你在网上看到的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文章 都可以被保存到这个阅读器里 包括你的PDF和EPOB 还有一些像YouTube上的视频以及RSS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比方说这篇文章 我就是在公众号保存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去批准它 批准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笔记 是能够直接在ReadWise这个后台看到的 而ReadWise呢 它又可以直接和Notion这个笔记 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过来 所以你看到这幅图 就是左边是阅读器 阅读器读完之后 把所有的高量都汇总到一起 传递给Notion 然后最后呢 又由于DeFi可以和Notion连接到一起 这样就实现了阅读和DeFi连接到一起 相当于实现了一个书友AI 今天我们的目标也是实现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Chatbot 你不仅能够和它进行一个聊天 同时呢它的回答是基于你阅读的这些高量来做的 因此呢管理好你的高量呢 就能实现一个比较不错的书友AI 今天呢我们就不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workflow了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agent 后呢在这里写上我们最基础的提示词 然后在这个context的地方 把我们的数据库给加上就可以了 那在教程正式开始之前呢 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DeFi101 这我平时会把一些课件 比方说你们问我的这些文件在哪个地方 那我就会全部放到这个market这个部分 在左边的第三个按钮 那平时第一个tutorial呢 我也会不时的去更新去看大家平时发过的一些教程 把它做成一个DeFi的教程导航站 大家可以在这里搜索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那当然如果你想投稿的话 我们回到主页点击submit your tutorial 你也可以在这里直接提交你的这个教程 然后我审核之后呢也会直接把你的这个作品 放到我们的主页上让你增加曝光 同时呢你也能得到一个自己的author的专属页面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吧 那第一步呢是来到我们的这个本地的代码文件 在左边呢我们在docker里找到我们的环境变量 然后在右边呢按comment加f就能搜索关键词notion 找到这儿其实就有四个变量 我们在视频里只讲解internal这个模式 这儿不用管它 然后这中间两个根本不用填 那最关键的是最后一个 相当于要填写一个密码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这个应用 于是呢我们回到浏览器 然后来到我们的notion integration的这个后台 然后我们点击new integration 添加一个新的这个集成 比方说defi tutorial ok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我们的workspace 在这里呢我选择第二个 你只需要选择你要连接的那个workspace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type我们选择internal 然后local这个是可填可不填的 在这里呢我可以放一个defi的logo 方便我去识别它 这写好之后我们直接点击save 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meer 我们点击show 然后copy 这就是我们的密码 这个不要告诉其他人 如果你觉得不小心泄露了 你就重新去生成一个 然后在下面按我的这个来 前面三个全部勾选 最后呢就勾选第三个 然后勾选好之后我们点击save 保存成功就可以关闭了 关闭之后我们回到了我们的环境变量 然后在这里粘贴保存文件 然后重新运行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直到刚刚那一步还没有完成 因为你现在已经新建了一个notion的integration 但是你没有把它应用到你的具体的页面里 换而言之你还没有把你的integration 授权给具体的页面 比方说来到我们现在的notion 我要授权给这个readwise 我们要来到右上角 点击三个点 然后往下滑 找到connect to 搜索我们刚刚的名字 找到我们刚刚写的defi tutorial 点击它 然后我们点击confirm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是连接成功了 好的第三步就回到我们的notion 当我们设置好密钥之后 重新部署 在右上角点击头像之后 再点击settings 最后再点击datasource 点击addworkspace 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空子区了 如果你的页面没有响应的话 可以刷新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同步成功了 我们点击右边的三个小点 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授权的页面的个数 而如果你每一次页面都有新的笔记 添加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点击一下sync 来进行一个手动的同步 同步好之后 数据源就加好了 添加好之后 我们来到knowledge 因为数据源是有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制作成一个知识库 我们点击添加一个新的知识库 然后点击从notion中同步 也就是第二个按钮 点击它之后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具体的页面 在这儿呢 我就把整个readwise的笔记都同步进来 我们点击next 在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去设施就好了 我们最后再点击sync and process 来让它进行一个保存和处理 稍等片刻 等所有的进度条都加载到100%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应用里 找到这个context 点击添加 找到我们刚刚的这个知识库 然后我们点击add 现在呢 它就已经添加好了我们的知识库了 我们点击add futures 加一些更多有趣的东西 比方说follow up 然后还有这个tts 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 添加好我们的这个内容之后呢 要注意一个细节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去设置我们的知识库的信息 我们点击这个小小的编辑按钮 在这里呢 我们最好对我们的知识库的名字和知识库的描述 都进行一个更改 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紧锁 比方说我这就是readwise knowledge base 然后这个知识库的描述就是my notes 然后我们点击save就可以了 这只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要在你的提示词里添加 再比方说每次回答都必须要先查询我们的知识库 再给到我们一个回应 你要在最后明确指示出这句话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结果 如果你看过那篇文章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解锁的非常的精准 并且呢 由于我这个提示词是方便我个人学习理解使用的 所以我设置的意思呢 是让这个AI能够在我的这个提问的基础上 进行单点的延伸 然后来启发我做进一步的学习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提示词的话 我之后也会把这个发到我们的defi101.com 你可以直接去安装它 那最后呢 我们视频讲解完了 如果你对redvice这个产品也感兴趣的话 我大致也讲一下你怎么和notion去连接 首先来到redvice的官网 注意这不是redvice reader 是redvice本身 然后我们找到export 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呢 找到这个notion 然后点击configure 然后下面按照你自己的偏好去设置就好 设置好之后 点击start export to notion 就可以把你的数据全部通报到notion了 又因为你可以在这个defi这里 也就是settings这个部分去进行一个同步 我们点击sync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新 那最后呢 你就得到一个最新版本的输友chatbot 非常的方便 好了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